就找到Juno,記得不要點錯 如果說你要3.7的,你再去找3.7的 你要找3.6的,就找3.6 找language部分的話,你要各國語系 就找Chinese的 特別注意,Chinese不要選錯了 你如果選到上面這個的話 download下來的,你可能出現就會是 奇怪怎麼變成簡體字了 那要download哪一個呢?Chinese traditional 這邊有百分比,請你找那個 最多的,82這一個 那把它download下來之後呢 也是台灣這個連結 download下來之後呢 它大概有100多K吧,非常快 一下就當1Mbps多了 那download下來之後的話呢 一樣再把它怎麼樣呢? 打開來開啟,直接開啟好了 它會用7VIP或者是什麼什麼開 都沒有關係 反正你就把它,把這個 直接 開起來 直接用它 開啟 解壓縮檔 開起來之後呢 它裡面 我把它縮小一下 它裡面 會有一個Eclipse 打開來會有兩個資料夾 那請你再把它怎麼樣 解到Eclipse的根目錄 那Eclipse 這個是我們低疊底下Eclipse 低疊Eclipse 裡面的話 一樣會有這兩個資料夾 請你把解壓縮檔怎麼樣呢? 這個壓縮檔有沒有? 直接就把它解出來 解到哪裡呢? 解到這個根目錄底下 那它會問你什麼呢? 因為有東西 有一樣的東西什麼? 它要你要不要覆蓋 那你就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全部取代 OK 好,全部取代之後的話 那你的語系檔 就會加入 有沒有 點TW ZH 底線TW 有沒有發現它PLY IN 裡面就會放很多語系檔進去 放進去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就被更新過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這時候Juno的環境 會不會變成中文的呢? 就看一下 OK 有沒有看到 選舉工作區 第一個進來感覺就親切一些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裡面的 有沒有 正在載入 有沒有 這些都變中文的 那上面的東西呢 也變中文的 OK 那中文化比例大概 百分之八十幾 就剛剛它的比例 但是不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這部分的話 如果說當然你希望百分之一百的話 你可以加入那個什麼 Babel的Project 你可以怎麼樣呢? 幫助他們去翻譯 翻譯完之後再傳給他們 他們會很感激 只是這種事情的話 當然做的很少 用的很多 OK 好 那做完畢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要怎麼樣切回到 這就是 因為 我可以說 你怎麼做